三十信報財經新聞 川菜蒼桑 2015年7月10日富刊專欄C06此時此刻劉健威舊拍檔 王海夫婦回到成都繼續經營私房菜 讀者其美國大師報導 他們的經營方式很特別每天晚上七時統一上菜 不供應白酒 哪袋如此十六個座位 收費是每人180元 另加一服務費 據說做了年多 大部分時間滿座 還是堅持私房菜本色個性化 食是而非顧客主導 最特別是不賣白酒 吃穿菜 人們還是以喝白酒為多 不賣 是反傳統 菜食 跟十七年前沒多大分別夫妻廢片 雞豆花 紅燒牛肉 馬婆豆腐 回想王太做的菜 多小有點感蓋上當年和他們初開當時 有人批評 不夠麻不夠辣 不是正宗村菜 者自然是對村菜一枝半解的說話 麻辣固然是村菜特色 但即使在四川 村東和村西是辣程度也不一樣 一般而言 村東的菜比較辣一點 重獻火鍋就是代表 而村西 將成都 以小菜為主 菜也做得比較精緻 辣到也少低 由開始 王太做菜從木考慮過千就港人 就是做他的成都菜本色 這也是我們之間的默契 也幸而如此 私房菜才一炮大紅 因為那種麻辣風味對港人來說一身味覺 這自然沒僥倖哪個年代 在深圳也買不到好的村菜作料 好像辣椒粉和花椒粉之類 視託親友記到深圳 王太再到深圳帶回來的 但在今天 即使在成都 你想吃頓王太式村美也不容易了 過去二十年間 村菜受月菜影響甚大 味道吹向清淡 再抹過去的濃烈風味 仿眼間兩三代人過去了 現在的年輕人再也吃不慣以前的大麻大辣 故對我這一代人而言 現在成都的村菜十分扯淡 溫溫吞吞 不視之味 以往太式村菜 恐有當文化遺產之格料 劉健威號富康專欄號此時此刻村菜蒼桑 平方але也有兩敗風味 並兩敗風味 怪兔